余雪岸不应在有派遣套资 对赛双方为正方 成功会里名长输属中学 面团板方 保卖会上次英文表演 现在等我介绍双方面语 正方主名为中卓彤 第一副变为朽晓婷 第二副变为黄欣 第二副变为高协彦 反方主变陈卓彦 第一副变为高卓彦 第二副变为李欣欣 第二副变为朱海杰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评判来为今场的YC评分 他们分别是香港证会大学中学辩论队前队长 主变为冬之参 华英足学辩论队教练 吳淑 文小姐 赵宝山的演书院辩论队教练 本场比赛方来途面公变之后 二副变为两副变为伏六个环境 发言时间是四三三四 共变为每方两分钟 时又变为每方三分钟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时 三副变为一丁提示 又重置有两丁提示 超时十秒都会连丁几下 证证在法规之前已发布 与各参赛学校证会相关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就先请正方主变发言 有四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正硬的事业司业 总统各位大家好 以往香港曾经规行过两次派遣措施 第一次是2011年 试任财政司 将原本向低收入人资的证证金户口 一次胜处入6,000房页的方案 可为全民派发6,000元 事实上 这个已经是2018年温外共享计划的错译 不同的地方在2018年的计划里面 只又无受惠于众活 长者生活津贴 高龄津贴 或者商产津贴 网问贴和税交生活税的280万市民 可以令到4,000元 而以前正中的福利政策 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 保障市民基本平领 例如公屋 公立不整室 与贵家旅等等 第二类是扶贫 例如中户 学生资助 长者生活津贴等等 以贫助为是否辅助市民的标准 而第三类正正说 又不是保障市民同理 又不是以市民的收入和资产做表辅的资助 以便提早港的派遣 并正在这类 根据扶贫委员会 2017年香港贫通情况报告提出的贫通线 以全港月入中委数计算 一人存户月入4,000 二人家庭月入9,000 三人月入15,000 四人月入18,500 另外根据2016年的全球财富研究报告 香港成年人财富中委数是26.8万港元 我方认为 对于这两个标准以下 人士提供应当互助 例如中户 属于基本生活保障 我方当然不会反对 但向标准以上人士派钱 则坚决反对 而今天行量面提的标准在于 工厂是否仲得其所 制服基本法量又违出的原则 今天我方认为不应派钱 原因有二 第一 政策失账资源错败 又比于政府的扶贫政策 派钱措施 并非针对贫贫贫问题 例如在2011年 港府全民派6,000元 将资源分别给没有那么有需要的人 不能够针对贫贫问题 香港税务学会会长崔平少 仲得良心其切 亦都借责资源 应该针对有需要的人士 明确的事后会认赞成政府全民派钱 而今年港府推行的关外共享订划 与云朗不同 只肯合资格人士派发4,000元 然而在上述磨难之下 捉了人143万 跌入值市高于全港中位数的人 都可以收到4,000元 还要未知当中有多少人的资产 低于25万 但已经可以推算到 至少有57亿的资源創备 其实正如自由党党 非中国奔在去年12月所说 政府派钱不但未能令市民感觉良好 反而应该将财政资源 投放在医疗教育等方面 想问有科 你们如何确保美奈派钱 从先不会造成民派創备问题呢? 第二 市民以来政府受壓 除了浪费资源 更加令到批评应该 最先受惠的市民有投利的期望 以澳门为例 市民最关心的就是 问有没有派钱? 当地直选议员苏家豪 在立法局上 都问能不能将派钱制造化 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 副构手装泰浪指出 澳门因为连续派钱 年年加码 直接扣保在当地 将这件事为行李所担忆的福利 2011年澳门曾经看出 给上年派少2000元 立即引发社会不满 最后要加码 这个现象的结果 是对政府造成的 一些严重的财政负担 2015年澳门的财政 收入已至近三成 但依然要维持 和上年一样的财政资助 总财政的派钱压度 总财政支出也因此增加接近两成 真是有方向同 你们用什么标准 去行两一个财政 连续派不派钱呢 还是想行上地派呢 多谢各位 主任8月时间为4分06秒 没有超线 所以够分 接着是反方主任 现在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请开计事业和质疑 主持评判罪 有分和何在在各位 大家好 总括有方的发言 反对辩题最主的原因 都是定义狹窄 以为派钱措施只是指 11年和19年派发的6,000元和4,000元方案 仍然正如财政司司长 陈柳波发表的19年财政预算案所言 部罗替惠基神堂山派发 2,000元 纵援派发商量 亦佳是4,000元的关内共享的 华所属于派钱措施 而审资现况 派钱措施多为两种 第一种是恒常性的派钱措施 例如纵援书报津贴等 市民要拿这些福利 必须达置特定要求 例如拿掌者津贴 必须要系统15岁以上的人士 第二种派钱措施 是指一些非恒常性的计划 例如11年派发的6,000元 和19年派发的4,000元 这些一次性的派钱 市民只需要符合那次派钱的资格 就可以领取 派钱措施和其他的民生政策 例如税务负面等的分别 就是在于其他津贴的用途被规限 例如医疗券只外用在医疗用途 但是直接派钱的市民 就无针对于用途 市民可以直接解决自己的需要 而变题中的逼应再出现 是指任何模式的派钱措施 无论是恒常性还是非恒常性 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 一涉及到政府会转入市民户口的手段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出现 有关要政立变题 就需要论证派钱措施 不会对实际造成互免影响 而我方今日反对变题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违反政府责任 仅然恒常性派钱措施 在符合工量入围出的理财员之下 招呼市民基本需要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每年会按照社会 需要担心调整派钱方案 而恒常性的措施对市民来说是基本福利 以中文来例 根据17年统计处综合住户调查 以及贫红住户开支文件所指 贫红人口中一日住户的月入为4000元 然而贫红住户每月的人物消费却是2500元 要加上众门提供的每月2525元 他们才可以有足够的生活费用 由此可见 若然众门这个派钱措施除销 基层的生活费会日不复资 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负担不起 若然非恒常性派钱措施 在经济良好的情况下 政府有责任和市民分享经济成果 还顾于民 成年科技大学经济系兼任交参雷炳明所言 还顾于民 给政府坐影逆雨 帮市民做决定更可靠 政府会按照自身的能力 和市民的需求 每年弹性调整派钱方案 离行政府要改善民生的责任 即使民也可以直接应对自己的需求 大胜市育这笔留本的资金 想问友方提供基本福利 保障民生是否政府的责任 还是觉得三果金同众统统统统统统 市民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负担 这样叫做离行政府的责任呢 第二 影响民生 派出措施对不同的时分者均有利处 以香港整体经济状况而言 派钱有效提升市民消费力 改善民生 2011年派发的6000元为例 根据香港统计处本地生产总值银行显示 泰国6000元后 2011年的私人消费开支扣除通胀的 实质增长率为3% 是2011年至2016年期间 最高的一次增幅 而对于基层人口而言 派钱给他们可以减低他们的日常开支 同时拉近贫富圆舍 由2014年起 香港的贫困人口已经因此减少 贫困率亦跌至14.53% 可见派钱措施仍然有存在的价值 由此可见派钱措施 帮我无论对整体市民 亦在基层人口而言都非常重要 若然政府不再派钱市民的生活 亦会受影响 最后想问有关同学 在有关立场下 是否以往这么多年派钱 都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呢 多谢各位 反方选择 时间为3分52秒 无需购分 接着是公面环节 公面一方可选择对方一位别人会答问题 并打算对方发言追问 不得反问 也不得打算公面一方发言 没有违规 公面一方可即时理出 评判认为亦可及直接购分 每次一分 公面一方如常发言 评判可自行决定是否购分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有请政方自由派出一位别人作公面 请你自由选择反方一个别人 接审设 我需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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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正方公面开始 有两分钟的时间 你们认不认同正方用公众的原则 是一个限制的问题 是应该要按照公众的公众的原则 来入围出 你决定今天应不应该的牌子 就是你们认不认同 不是啊 今天讲的是公众的原则 本身就是来入围出 我仍然跟我们所谈的 对的问题 和本身公众的国用原则 来为了一种不相同 和不认同 真的不认同 是吗 你们刚刚刚跟我们说要还负于民 那你们如果是还负于民的话 那你们究竟是想 将这些钱用在哪里 今天同样的还负于民 是因为政府派钱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跟市民分享成果 所以跟市民分享成果的 分享成果全是你们认不认同派费资源 当然不是 因为分解 有可能我们先听我讲一下 分享经济成果 本来就是派钱的其中一个目的 所以还负于民也是非常之非常 因为本身还负于民 和分享经济成果 根本就是有一个关系 但是它不派费资源的原因 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环虎移民 其实已经担任了公司 但是他才有关系 但是现在环虎移民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在负费资源 都可以拿到拿一笔钱 那为什么不迷派费资源 那他们拿到这一笔钱之后 他们的生活质素 确实是能改善到 就是可能他们可以吃餐好的 或者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吃餐好的 根本就是没有针对性 我们都可以迷派费资源 不是应该把这些钱 放在更好的地方 为了先有关系 今天针对的 其实就算没有针对性 但是可能一些平衡的市民 他们还是拿过这一笔钱 但是他们这个需求 还是本身大规则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早你们这样做 那你们记不记得 纵门也是要取消 因为你们都觉得是太资了 那当然不需要取消 因为纵门本身 是一个最基本的民生政策 例如你取消了 那本身要拿一笔钱的人 那他们就不能拿一笔钱 就不能够领取这些政府的资源 那本身他们就是靠一笔钱 所以就能够领取 这些政府的资源 就能够领取 然后轮到反方公辩 反方公辩 反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宜 请你自由选择 可以正方一位便宜接受 好 反方公辩开始 有两分钟的时间 请问现在香港政府 是否正在做纵门三国分合的政策 有做 那想问有没有 这些政策是否直接给钱市民 是的 是因为他们为了 多谢有没有 原来这些政策是直接给钱市民 就是会认知这是派钱措施 是的 那想问有分合的 这个就是纵门和三国有没有证据性 纵门和三国有没有证据性 就是原来有证据性的 就是纵门和三国有没有证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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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刚刚我刚提到的分线 就是纵细成果太清楚了 上一边有忙 政府有钱的时候 应不应该还富于门 不应该有 为什么有忙 因为我们看到 政府有钱有忙 是不是也不想市民吃得好一点 有的距离 生活质素差 不是的 有风质 但有方很忙 一方面 上一边生活质素差 但是又不还富于门 那这个诺书是怎样 我方就不明白了 再问有忙 因为我们看到 做完这些分享经济成果政策 都是在政府有条件的情况下才做的 有方觉得 政府有条件是否就承受了 量有维出的验证呢 我之前有方台 你刚才一直都不被我论证 我只是打断了我的反应 我想说给你们听 有方台就跟我们说了 政府败资源 是不是 政府败资源等你 不如不直接回答我 我先说你一件事的事 就是我方问你 今天原来政府有条件 先会做分享经济成果 为什么会不会经败较出呢 不是的 有方跟我们的量有维出 根本就达不到效益最大化 有方原来是要效益最大化 所以有方 究竟你是要效益最大化 还是两入维出呢 我定是效益最大化 原来有方不要两入维出的 大家主要又提及到 这个通行的用选择 到底那是什么呢 我方就不知道了 回答有方的效益最大化 我想问有方 原来有些政策 都未必是每一个政策都效益最大化的 例如医院这些设施 有机会被人抵抗 今天是有多远 其实有方法是偷换概念 其实两入维出 就是效益最大化 所以我们一定会 谢谢各位 现在公司环节结束 成就政方第一步 必须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一个事员事宜 各位大家好 会应该有方法的问题 他们问我们 政府之前派出是否错 当然是错 有方同学 他们根本就不符合到效益最大化 第二就是有方同学 我们主见就问了有方同学 两条问题 有方同学完全没有回应过 就是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是如何确保 未来的派钱措施 是否会造成支援错备的问题 有方同学不回答 他们也承认了 那些派钱会造成支援错备的问题 其次就是有方同学未答 我们主见 最后一条问题就是 你们有什么标准去行业 征股财政令到派不派钱 有方同学不回答 然后代表你们承认了 你们连个方案都没有 其次就是 其次就是 其次就是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就是说 就跟我们说 我们现在恒常性派钱 和一次性派钱 其实有方同学是尝试抗 我们现在面提讨论范围 就跟我们说的 恒常性派钱 但我方想说的是 基本生活保障是 帮助市民的生活质素去提高 而不是有方同学说 云富于民 其实我们今天有方同学 最少搞清楚的是 就是派钱的讨论范围 有方这样不是认为政府 从此不被现任何任何人 派钱最合理的证件 就是在国安做过的派 4000和派6000 要搞清楚的是 但是这两次之所以是有问题 原来是他们的门口错误 那份同事面上的人 都是在英国的那些钱 如果说都清一条界线的话 未曾一般 最需要现金活作的人 但有方同学都觉得有问题吗 有方同学是否真的有胆 承认众范围 和派4000和日本质上 是没有分别呢 但今天是否有何方 承认卖取消众范 但事实上 社会福利全组组织清楚 是帮经济上 无法自吸自足的人 令到他们的入息 会应付生活上的基本相要 所以如果真的好 派钱对他们来说 根本是没有反对的 必要现金活作 那怎样分别 你是不是真的窮呢 就要入到清晰的界线了 我们看到的是 急贫同事就是最合理 收入高贫同事 又不应该再获得 额外的派钱福利 但有方便跟我们说 就是我们要横负于民 很明显不符合 我们浪费借这个第一点 第二就是 其实今天大家都知道 派钱的罪行那班人 一定会对他们 有即时的帮助 但最需要搞清楚的是 政府做的那两次派钱 都是派给那些 无感需要的人 所以明显追求那班 可以获得良次的帮助 但就因为门禁创 而又分拨了 所以公民党 公民党 政府用87万 就可以建议一个公公单位 给一个家庭住十几年 但是如果直接给87万 给一个家庭 让他们自己找到差不多 大小的单位来住 又可以住到多少年呢 所以有方和我们今天 是要效益最大 我才找到公共资源 还有不是有方和所说的狼提支 我感觉不错 正光第一副面 用所有的时间为3分10秒 没有超前 最后分 接着是 接着是反光第一副面 有3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听一支示意 主席评判有何来的各位 大家好 时至今日政府已经推出了很多 的贷钱重施 特别提升果金、重门等等 目的是希望可以用一笔钱解决 市民提及问题 和分开经济成果 有方和我要到政变题 必须要认识派遣本质 为何是车 和派遣历史物的新门变差 首先有方和我主便 就问了两条问题 我现在就回答你了 首先 派遣的准则是什么呢 就是量入为出 一次性派遣 政府是有能力先派的 第二条问题就是 就是 今天有方和我认识的正义变题 很搞笑的 他认识这个变题很合集 正为4,000元和6,000元的量子 只算是派遣了量次性的派遣 但是就没有将中换三保金 这些措施都被认为派遣 但是在中换和全民派遣计划 同样都有派遣 派金钱给市民的实际行动 所谓讨论的范围 并不应该 只是限于一次性的派遣措施 更应该包含持续的派遣方案 来提中换三保金等等 很多人都跟我们说 派遣会供应这些医疗挂救的资源 然而为何派遣会供医疗继续扯上关系 再加上这两个资源 是否真的这么少呢 我们看到 现在政府2013年的财政预算案 就说到 教育方面 开支有600亿 比起半年是有多 比2011至2012年的财政预算案是有多的 反而就应该要有 所以有方同学 我就不明白 有方同学为什么会认为 现在派遣是反而会通过这些救和医疗的资源 今天有方同学就说 政府甚至这些市民都在面对这些提供问题 正是需要政府的资源去解决 香港有最少20万学童要申请这些书簿津贴 27万人接受众援资助 你现在一年一次性的派遣措施受惠人数 竟然达到610万 但可能在立场下 香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派遣措施 然而一旦削減了这些书簿津贴 有经济压力的学童就不能够得到援助 有一旦削減 纵援基层市民的生活就不能够得到保障 就连纵援底下本身有的智力更新的话 都要连贷取消 取消这些生果金 这些一次性派遣措施 政府亦都无理行到横负于民的责任 指民的生活质素亦都难以提升 因此政府应该按财政年度 决定要针对哪些对象实行派遣措施 至于全面保障市民的需要 要做的是按能力去决定重做一次性派遣措施 而基本民生政策就一定要做公正案位 方式的后面 可用的熟压位 三分零交表 超市无追求分 接着是警方第二方面 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口纸先开始 各位大家好 第二分钟 太前等龙月在机部收获 保障我 有方根本就是混淆的 首先综合是不等于派遣 它是一个基本生活的保障 只有生活在贫图线底下的 就是有4000元的资产 资产26.8元以下的 就可以拿到这个综合 还有派遣的定义 我们觉得是过往做的 4000元和6000元的派遣 有些人就是高过贫图线的 都可以拿到这些笔钱 根本就是 已经是浪费之前的一个做法 还有有方一直说 津贴派钱 其实津贴是一个被动的性质 津贴是可以去申请的 但是派遣是主要 是政府将这笔钱 派给人的 而不是说我们 要去 而不是说市民 要去薪资 拿这笔钱 还有有方说 一时又说要横扶于民 一时又说要行上派 那你们是要横扶于民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要行上派 还有政府 你是不是可以和每一年 政府都会有钱 还有有方说 这个是没有达国的 你们派完钱之后 是不是肯定政府 还有一个开支可以去做呢 还有 他说 然后你们说要行上派 但又有营业 那这不是智商矛盾的吗 你们又说要横扶于民 那有没有给了一个方案 是什么时候派 这个财政年度 你们在哪一年看到的迹象 市民是特别需要把一股钱 去维持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开支 还有根据我所说 做成依赖这个问题 又可能被打他们混淆市民 提供将我们穷人的基盘 生活保障 当成为派钱 是穷人的确需要工作 但我们要根据贫穷线的标准 去判定这个先后次序 贫穷线指向的 就比其他的政府资源 而不是直接派钱 市民依赖的原因 就是把派钱这种福利 当成是社会责任 澳门已经是 本身是年收入下降三次 然后也要连连派钱 就是因为市民觉得这种福利 是政府责任 不派购他们就自然会反抗 而持有方说到市民 不需要这笔钱 为了让他们吃餐饭 提供生活素质 我们就看看国际抗购 派钱情况是怎样 芬蘭政府为了鼓励市民求职 在2017年 试行无条件基本收入 会过月向2,000名试言者发购 560欧元 但芬蘭政府已经在2018年的4月 宣布派这个无条件基本收入给市民 这个计划是正在2019年到期之后 是不会继续推行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再加上是政府应该宣布 因为资金不足 所以是在2016年进行公讨论 国民愿愿意引入无条件基本收入 整个市民都是反对的 他们更加担当时 政府是以家随和购乱政府 不过去带去应付这个无条件基本收入 那如果你要将派钱贪上法 又怎样担保政府每个财政年度 都会有足够的科技 麻烦有方向正式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所以今天给大家答应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来到二负的位置 不如我们用几个问题 来说一下今天的整场比赛 首先政府是用什么标准去派钱呢? 有方一律尝试网咬善听 他尝试将行上化的政策 和一次性的政策 尝试网咬 但其实我跟一副说了很多次 行上化的政策 就像做门、三个金等等 这些是政府必须要做的政策 而这些政策有方在公辩已经回答了 亦都是政府直接派钱的市民 本身是派钱的市民 有方一组承认了 本身为何又禁止张盲 第二点 什么是一次性的政策 我方强调过 今天派4,000元和派6,000元 是在政府有钱有营养的时候 先考虑派不派 是根据政府刚刚自己有方案提出的 量入为出的标准 去考虑派不派 换言之 这两种政策 原本根本毫无冲突 可以一起进行的时候 我方就不明白 为什么有方案闻了这么久 第二点 今天派钱是否符合有方所说的 效益最大方 今天有方整场比赛不断强调这个词语 但是到底 今天我方想问有没有 我们看到原来做门 三国家派完之后 香港的贫穷人口是一直下降的 我想问有方案 到底这些成效又是否成效呢 有方案觉得不做这些措施 就等于政府什么钱都不用付 什么措施都不用做 那就等于政策的效益 成效最大 有方案需要解释 第三点 就是究竟政府今天有没有责任去败钱 有方案整场比赛 都只是一个担长 就是我们要帮同人 其他阶层的人不用帮 因为其他阶层的人已经有钱了 但是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就想问有方案 为什么今天中产业日子 政府会在六指楼帮他们上车 然后为什么有钱人 政府原来都会选择你也想帮他们 那想问有方案 究竟一个政府的责任 是否真的只是帮穷人就可以呢 因为我看到原来不是 第二点就是 究竟今天政府帮完这些穷人之后 究竟今天政府分完这些资源出去之后 穷人又是否帮不到呢 原来又不是的 因为原来有方案自己派钱都懂得说 就算是一次性派4千元和派6千元 都是派给共人的 换言之这些公民的生活质素都有提高 而至于为什么其他人不可以收这笔钱呢 反而有方同学要和我方解释清楚 当政府有钱又盈餘的时候 为什么政府也不能将这些资源给其他市民 分享经济成果呢 还是觉得一个社会只需要帮一个阶层 就是最好的社会呢 最后今天我能够尝试讲很多外国例子 都混淆这么多的思想 但问题就在于 究竟澳门今天 别人你也许说 是别人的恒常派 连连派 有没有营业刀派 才会令到市民 对于这种政策都是尼索当然 但今天香港是否不连派呢 又不是 一次我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些国家 是不是有类比性 多谢各位 本位面完 所属一方 超时无需求分 现在进入自由编冻楼坏 新科学有三分触法 时间 五分触法 时间用完 人又出过另一方属性 现在 盖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便发言 而每位便宜在法序 本环境发言 本环境叮动 再一个事发言又便宜被发言 從外面園所屬一方將被腐椎平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腳步調尖中環節現在開始 請正方向外面園首先發言 請問雙方正面回答 如果你們要將派遣行上法 你們要如何確保政府每個財政令 都會有足夠的開支 雙方同學問雙方 我們從來都沒有說派遣速是有行上法的 請問雙方在雙方的立場底下 即使政府的營餘充足的時候 是否都不需要派遣呢 雙方有幫助說要行上派遣 第一次說政府有營養就派遣 第一次說要行上法 但你們彈出大約 你們究竟派遣的方案是甚麼 我剛才說派遣速分為兩種 有非行上性和行上性 行上性的派遣送門的 就是行上派 而所謂的非行上派遣便會根據 政府營養主使之派 政府營養給我們一個確切的數字 我們是甚麼 是甚麼錢 我想說是甚麼錢 你不如先解釋一下 政府在財政年度有多少錢 所以要排 這個問題是政府的問題 因為有可能自己也說 是根據量入為出的公帑原則 換言之就是政府體明那一年後 再考慮有多快 給他們的金銀餘充足成功 反而有方要回答 是否有錢政府都不需要派遣 不是有錢政府就不需要派遣 而是政府就看哪些人需要 所以才派遣有方同好 我剛才知道需要派遣 所以未分量的政策 不一定常識的中文三個金 在這個需要的時候 每年都會派遣 但一次性的派遣是政府有能力的 是嗎? 想的營養有甚麼能力呢? 我以前是贊成派遣 而你們的混友 和中文在派遣的活動 我們是贊成的 但營養在宮殿已經回答 都是向政府付錢的人 請問營養 這班人收集政府的錢 他們收到錢 是否願意派遣 有甚麼同學派遣 派遣就是派遣 派遣就是派遣 但我們所謂的 譬如是綜盤 三國工這些 是主動去申請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派遣的活動 當然 其實這次事務都是要申請 然後才可以拿到這次事務 都是派遣的節目 這兩個成績跟一樣 所以為何不可以 為何 因為這次事務 還有甚麼是 資在我們基本的生活保障 而不是好像你們甚麼人都派遣 有些人都會說 派遣是政府派了出去的錢 政府派這些錢的原因 目的是甚麼重要嗎 還要是他派了這個現場去 很想問營養 他是不是真的派了 那我留給人說 派遣的目的不重要 你們不是一個公式專門嗎 我方的意思是 政府有目的去派遣 但政府是甚麼目的去派遣 不重要的原因 他在於無論政策是甚麼目的 他都可以派遣這種政策 不一定要去建公屋 建醫院 都可以派遣這種直接方式 有甚麼成不成形 我方我們不承認 我們現在所講的效益最大 你不用建公屋 不用建醫院給他 但你有沒有留意我們 剛才我們一闊出過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你被87億去建 他請一個醫生回來 在醫院有多少個病人 但是你給一個87億給病人 他去看醫生去看了多少次呢 我們這些就是所謂的效益最大化 原來我講的效益最大化 我認為醫院都不用建公屋 這個醫院是基本人權 我們可以有一個適足的權 去居住這個房屋 當然 政府自然就要建公屋 還有有方向我一直說 縱門等於派遣 首先縱門是不等於派遣 縱門是有門檻的 但是一定要低過那個平衡性感 才可以讓那個基本生活保障 讓他們維持一個基本的生活 但是如果派遣 他們已經不是一個基本生活保障 而是一個福利政策 方同學 你剛才說縱門一門 我想問你剛才主面說的 四千元也有一個條件 才可以申請 請問你 是否資訊謀 不是 有方同學 我們從來都沒有支持 作為一個派遣 但是我幫主面所說 是看貧窮線或以下 那些人 那些就叫基本生活保障 有方同學 你剛才跟我們主編講的 是四千元申請是要有門檻 但是要十八歲 甚至是沒有多種門檻 這些 這些不叫門檻是甚麼 這部生活保障 是一個貧窮線的門檻 但是這個四千元 四千元 但是這個四千元 他又避得了門檻 而且他不是說 所有人都會幫是二掛八十萬 那有方同學的邏輯 很好笑 剛剛就說有門檻就可以了 現在又說不是門檻 所以可以 那究竟有方同學想說些甚麼 何方就知道了 不過我可以說的是 有方是定場已經說不過去了 那不如快點說一下 究竟有方同學 你剛剛想問有方同學 你知不知道一次性派遣職 是甚麼時候做的 換言之一次性派遣職 換言之一次性派遣職 不是一種恆常性的政策 不是連派 所以當然預計不到 那想問有方 既然在這個時候 一個是否代表了派遣職 一次性派遣職 政府沒有錢的時候 可以不做呢 有方說我們是支持派遣職 其實有方同學 原來有方同學是這麼不負責任的情況 不過也不要緊 其實有方同學已經扣了一件事 原來一次性派遣職 不賣行上職 不用像澳門那樣聯絡派遣職 首先多謝有方同學 再想問有方同學 こう不見 肯定時供寢職 許一次性派遣職 arna 將了解 並行為人民前往 高一些公寧 即是繁衡 有方同學 被打 pixel 他的規模 Khan盡國 現在是劫面環節 香港劫面共有一分鐘準備 額前編炸的異 vidé 2、3、2、3、2、3 預備時間結束 先由白方頁面總結留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詳細的事項之意 主席、評判、採託各位大家好 眾官全場 雙方的分歧就在於派展措施的定義 但有方在前場的時候 其實已經承認了縱門十三個 今天是一個派展措施 但不明白為何在自由便會否認 究竟縱門三個金是否派展措施 很好笑的 有方搬出了一個標準 跟我們說派展措施是有門檻的 是要申請的 但今天我們看到6,000元派展和4,000元派展措施 正正符合這些標準的時候 就不明白為何三個金不縱門 不是一個派展措施 整場比賽來到這裡 大家不妨一提到台上的所有事 聽說了故事 看一條村裡有很多龍蟻 這些龍蟻為了維持新雞 全部都很勤力 就等著幫忙做兩棵蘋果樹 一山遠流 每天都流水私地 看著它又發揚到成為了一棵全壯的樹 有一個婦人 當中這個村長就說 要將一些蘋果賣出去 有些賺一些錢 有些就分派錢 有些就去做其他的措施 但當中有個婦人就說 這棵樹是一起種出來的 實際一層正要分錢 都應該集中分析最有需要的人 但很好笑的是 全場有方都只是搬出一個 效益最大化的一個謎詞出來 就說 我方說這個派錢措施是錯判資源 不是幫助這些基層市民 但很好笑的是 正正因為要幫助這些社會 最有需要的一群基層市民 才會有縱瞞的出現 用派發金錢的實際行動 來幫助相對的貧窮市民 難道這就不是派小措施嗎 還是有方覺得 縱瞞幫不了社會上最有需要的人 有方說派小措施 缺乏針對性 但我方的異副的時候 已經說過 在行程式措施裡面 三個斤和縱瞞 措施都可以降低 香港的貧窮人數 就不明白為何這些是沒有針對性 再者 每人繼續說 每一個月都要幫他們 幫這些農民買的貧窮 阻止農民就不會自己去買 只會依賴村長幫他們買 有方議庫也說過 市民覺得 有方議庫說過 市民覺得 派錢是一個政府的責任 但我們今天看到 我方的派錢措施分兩樣 其中兩樣的分限經濟 整個方面 我方議庫也提過 在自由言論環節的時候 已經提過 基於一概一次性的措施 無法預料幾時會有第二次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方向的依賴性 再者 由針對特定需要方面的措施說起 就好像縱門一樣 當中的致命更新計劃 我方議庫也已經提過 正正可以鼓勵到無業市民 在基層市民努力向上有 以一個三個金為例 老人家正正是需要依賴這個措施 因為老人家是兼費工作能力 所以政府實施這個措施 是希望透過派情措施 除了市民、市民更新之餘 亦可以補充他們的生活 所需的支出 為何幫助他們 其實今天這條村 都是香港這群男子 朝九萬年去做這個蘋果樹 就是為了有錢交租、買樓、交稅、公書、有行 蘋果樹、樹官、浪物 然後我們研究 政府庫長看到一個村民 有三個共產在香港 有經濟成果就回顧給他們 而另一群 被生活迫至必然的村民 就用賺多的錢去折制他們 這就是派遷的原意 可惜 就算目的作紀律也好 總有人覺得 不以為派錢是造成依賴 因為派錢只不過是滿足市民的一時開心 懷疑派錢是倒轉市民 猶猶中考對預算不滿的聲音 但到底 這也是政府的一份心意 貧困人士 就算要自力更生 也要吃飽飯 有地方住 才可以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到底有甚麼不停止 派錢不可施楊 多數位 賺為4分08秒 無朝時 無需扣分 最後由正方箭便總結 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 小太太介紹 小太介紹 小太介紹 其實一開始就錯了 派錢歸派錢 忠援歸 忠援 派是一個主動性物質 而我們所說的 基本生活故障 是一種被捕性質 例如是忠援 這些是要主動申請 三國公這些都要主動申請 所以忠援不等於是派錢 我方也沒有承認過 忠援是一個派錢 但有方便不斷推諾 我們不斷承認過 做門是一個派錢的行為 有方同學就說 派錢可以互付於民 其實我們用這些錢 可以起基建 可以增加醫療設備 還可以看過我們教育的質素 互付 都是一個互付於民的方法 但也好 我們也不一樣用派錢的方式 派錢會造成 除了創背 未民後抑最大化 可以幫助一些貧困的人士 他根據我的廣告 是只是派給一些貧困的人 還是全國人一起派 我認為只可以派給V層的人士 例如在我們所說的貧困線 就是4000元以下 和一個26.8萬的資產上壓 有方同學 其實派錢就好像對面一樣 可以即時這樣舒緩 顏力開心一點點 但隨著來說 都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就好像現在派錢一樣 他們可以先頂住 但不能解決他們貧困的原因 無論如何 有一個環境 其實大家都要認清楚 集中資源收入 資源對收入4000元以下的市民 進行獻金 資助 以及基本生活保障他們 其他人會無法獲得政府的幫助 政府推出任何政策 幫人支持 都一定要搞清楚幫助的對象 而他們實際的需要 作為首益的唯一標準 一群好學的人 他們是希望給他們水去 而不是給錢去 讓他們自己去買 因為在落實上 想要多買非貧困 而現今資助 必然會造成相對上 相對上的資源浪費 高過貧困錢 都要9000元 幾百萬元 就是一個例子 你選到要錢 一定給他們 有更需要的錢的人 所以你今天講到現今資助 我們要用一個相對貧困的概念去審視 貧困數 貧困支給他們基本的生活保障 所以為甚麼今天 會提供大家香港這個錢 因為這個推行政策的概念 放諸四台階監 我們就成為我們最近的警司 小文適 你會跟我說甚麼 相對貧困 的確對很多人來說 你才可能說得上 不需要 但作為政府 即是独具胃眼 準確難以標準 凡身和現今有關 就要將他們投放在基礎書 保障上面 幾年前 不少人知道 有6000元收到很開心 終於有一種風靈 實實在地 可以拿在自己手裏面 可能會得很興奮 不過想想為何用過6000元 哪怕平時不是太有錢 今次是一個意外之材 他會說是 用他們來放鬆一下 玩一下 但是有另一班人 他們聽到會興奮 會雀躍 但他們可以鬆一口氣 因為剛剛可以用泥膠 下樓多元的基礎 你知道嗎 對人來說 這個政策叫做派錢 不會有人反對 但對人來說 你還知道 會叫樹中鬆炭 由他們收取錢的情緒 就知道為何發幾萬人 當我出來的錢 應該放在最窮的人手上 應該這樣派錢派出去 這樣不單是一個簡單的分配 還是整個福利證到最地上能 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的時間為4.09秒 超時和水扣分 比賽過一段 請大家在這裡 給別人稍後 請到這裡 中文辯論隊長 朱瑋忠先生 就兩方的表現 同一邊書 對 我想在這場 聽到 雙方主要是兩個 比較不安排的時間 討論的 兩者 一會想知道 如何進行 分配很多 反對方的政策 第二就是,假設當大家都有6000元,這個幾萬,6000元一個派遣在樹體裡的貨幣 到底逼做一班不來的,不算以上的人,到底是合遣人的貨幣 先講第一個問題,似乎在綜合上的場合,反方難為中有三個人當派遣一層 似乎好像真的對反方界有人味,所以才會談論綜合一般 我先不評論,到底是這樣做的合遣,就是這樣做的問題 就是假設你真的定義這種反方,到底這個場合相關如何去處理這個問題 首先,不是說反方,因為你踢出了定義 我覺得今天在討論定義的問題裡面,似乎去到後場的優散會阻力 因為反方後面的反方開始有點沒有前面的扭力 但我會覺得,對於你們來說,你們自己看出的定義 你們看到後面,就論證這個定義,或者受這個定義 那個方式似乎都開始有點無力 我意思是,你不如就上次說,是否是派遣,是否遣之 如果有派遣,又不遣之,那些派遣措施 因為每一、兩次都會有的,但是他們去到後面的時候,就會覺得 你們作為正的反方,你們作為定義的打官者 你們有沒有更多的方法去說服我們 你所說的這些政策,多數派遣措施呢? 例如,對面提出一些,他這個分派遣措施應該有定義 例如,一定是有針對聖亞,或者一定有一定的門檻等等 當然,你也有質疑,每四千方、六千方都有門檻 如果你做方式,我如果是奧進法,我會這樣 就是,他們一定會分出來的 尼敬就是他真的不自然去插作這支,刺态和錢 但對面置步,真的不斷在說,對聖亞又沒有亂 但他們好像無論如何看出他們的力量,去支援他們這一個 我覺得你也可以問一下,看看,試一下他們有沒有做的 被捉到這裡的位置,如果沒有的,你們可以再認多相 而正方面,對著高尼敬對他們的弦環又如何認得 但其實是分隊重複自己的想法 這件事要慢慢用 直到義父開始提出一個 我記得當時聽到他挺有興奮的一個 就是他所說的例如是中文 或是在義父的津貼是被動的 政府是被動的 即是要一些市民主動 但是要申請的 而相關也要看出政府主動 當時聽到他都很重要的 當然要投資 對面就要查找多一點錢 都會有很多 這個後懷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深思的 上一場不斷的 你們是義父都主一 或公典沒有任何對方 我覺得義父其實是OK的 但是我覺得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另一件事會否可以當 就是若然今天有方 單純用泰加賜 這個動詞加名詞的定義 去判斷一些泰加措施的話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 就是政府會把部分公帑 給市民 這種做法 其實很多不只是福利的政策 我剛剛上場也有 一些無誇張類 例如按照他的說法 其實政府幫公典 加深 是否要派遣措施呢 因為我跟我說福利 不知是否任何公帑 用在市民派遣措施呢 就是派遣措施 政府會迷行盡的 他看回民間 當時我一次性 勤募幫大家同學加深 政府就把我的公帑 進入這班公會的用法 裡面 那這種是否有個同行 都是派遣措施呢 就是盡量將它 這一種的定義 去擾摸白 上去留意到最盡 就令到大家 可以看到 這個證明是否真的不合理 除了講完定義的問題 之後就是 到底這支付金融的方法 認同是一種派遣措施 到底行不去 買給一班智慧員 有需要的人 首先正方我覺得 你打這些集中資料 是不合理的 是一個很證明的打法 但是我覺得你們 不會論證 到底這條字 都說 你們不允許掃施 投票 首先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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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張 集中在最有需要的班人裏面 但很多人最有需要是派公司 他們都沒有解釋到派公司是最需要的 如果按照他的說法 其實你所說的最有需要永遠是沒有指定的 你覺得派公司以下就是最有需要的 我只能說是你再推進一點 派公司裏面都會有派公加成的 因為再低一點那些派公的集中資源 我照他發現是在派公裡推入過 到底他的標準在哪裏 哪個位是合理的反答 哪個位是問題呢 如果是反方我會嘗試逼多一點 因為始終其實派公司裏面有很多 都是一個名詞 他沒有什麼實際的資料 或者一些推論和解釋 我到底是為什麼 一路循環是對的 那我正式的意見 當然謝謝 現在將請黃檢中學辯論隊教練 袁徐淑問小姐 剛才那個人 剛才人手都認同 其實大家對於定義上的學 有太少出資的處理 剛才雙門都一樣 像小白公司裏面 有太少出資的處理 剛才那個人 那正反方那個人 就是這個很後場才出動 然後就可以做出小說 第一件事先說一首歌 不過是很後場見面的時候 我記得有提過一件事 就是 與其派錢 為何對一個窮體的神身需要 很多東西 你們的前場其實都有提過的 包括那些什麼 你給 不知 你不如給一間居屋 比你給他 對窮體隔離的錢 因為他都很後場地 這一種的意思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正方來說的有利 除了定義上的中西 這個你是很本質地講的 牌照 因為那些錢 就算給他 他都不一定能夠有效能力 這個是基於我願期付錢 他比物質性更多 這個模式 是 despite of 定義上的 你們應該更加造成 甚至乎你們的主線上 都可以更加有兩點 因為這就是 排斥創設管制上的問題 導致你們覺得 他不應該做成 好 到反方 但有些後場 才提及的是 是否除了人 還有其他人 所以說 其實整個全場地 整個社會裏面 我們必須集中所有資源 跟他當男朋友 注意一下 例如剛才我 在原本堂開 有些意外的人 等於我 有些意外的人 就是買不到樓 或者生活 其實相對來說 較為感觸的 都算不夠多 那這部分的人 都不需要幫助 再衝突一步 其實你就可以問 多一件事 你經常看著 所謂的考驗最大的 那為甚麼 我算是給錢 反想 我們相對來說 窮的人 對他們最大的 你們會提到 有些位置是說的 可能你們都可以說 多一遍 就算現在 這個方法也好 你們都會說 額外的錢 我才算出來 或自於民 不是說我會去動盤 一筆本身 未同人的錢 其實這班人 都已經握了 我們都要考慮 社會社會 其他群人的技術 甚至乎 其實本身 你現在的文章 有些都是針對 中產人士 的一些 退去的從事 那些其實都是 會考慮社會 不同的介紹 的技術 我覺得這件事 都可以早點說 別讓對方說 好像整個社會 都需要幫助 其實是說一般 同性化的人 就不需要 做任何人 才去幫那些人 那些事情 就是當時 你會想到對方 隨便去政策 私來的時候 我會考慮 所以 終於這兩點 謝謝 現在最後有請 請問 廖東山紀念書院 辯論水教練 真思 陳詩珊 剛才兩位 都說了很多 一些比較後場 甚至定義上 也沒有 不再重複 我又說一些 很詳盛 我又聽到 政府用錢的原則 應該是兩人為出 還是效益最大法 這些字眼 大家對這些字眼 有很大的疾問 我自己覺得 例如說 什麼叫做量入圍出 什麼叫做效益最大法 是否真的有一定的衝打 即是 量入圍出了的用錢 是否等於 不可以效益最大法 效益最大法 用錢是否還不是 量入圍出 其實去到 反方的義父 後來就覺得 效益最大法的說法 其實就是 將這些錢 給了一些縱門的人字 解決了貧富的人口 就是政府派錢的效益最大法 但正方對於什麼叫做效益最大法 就是說 其實應該是真的 只是幫助一些貧富的人口 才叫做效益最大法 其實這件事 大家對下最大法的定義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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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所以這些貧富人是會有改善的 或者是貧富人口的限制 其實這是大家可以共同討論的一個戰場 其實這一場大家 因為它定義有很大的分歧 就是對於什麼叫做派錢 所以很多時候一起說 你這個其實是派錢 我那個不是派錢 最重要的就是派錢 就是派錢 這一種的派錢 是對香港市民 或者是對政府的政策上 就是它是否真的有效 或者是有公共呢 因為其實是浪費資源 是有一個造成的浪費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 是真的大家去討論的地方 以及討論一個什麼叫做派錢 或者算不算是一個派錢 另一件事就是 在戰略上面的貧富人口 譬如譬如正方 我都很厚長 最近我才聽到就是 原來你們處理這個問題 覺得專門不加香港 是因為這個可以放置於四海 即是後來我才聽到 原來前場所說的 可能是芬蘭人 可能是澳門 原來你們處理的方法 是因為覺得這個問題不加香港 可以放置於四海 如果這個字眼上 可能是一早就放了下 在主面那裡已經放了下 他們覺得應該正是討論香港 香港可能不再放置一點 這個法律反而就開放了 我都不會去到結論 即是到最後一段結論之後 才發現原來是這樣的 一種的感覺 至於在反方上面 我覺得反方是有少少 怎麼說呢 策略其實我覺得運動上是幾好 或者是幾種比較好 就是看怎麼說這件事 例如說它到底應該 什麼叫做效益最大化的派錢 其實你們一直在說 有餘力那時候才派一次性的配付 但是如果要講大 要討論到效益最大化的問題的時候 一定會反而用回 縱容或者那些派錢 其實你們無論正當 一次性派錢是否需要效益最大化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都很值得 雙方可能會做到一個授權的問題 那麽為你們的結論 我們歡迎大家參加這個 今日的比賽亦果然效手上 現在由我們宣布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的帳項 今日的最佳辯論員是 反方第二副辯 李欣欣夢多 趁今日的賽果 正方得票唯一 反方得票唯一 反方得票唯一 也就是說 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反方 保全會上次 英文書院